台北市長蔣萬安對現競選承諾 特別鄭重召開記者會宣布 恢復發放禁老金 而且提前到八月八號父親節 憑禁老卡就能領 只要六十五歲以上長輩拿著禁老卡 到四大超商還有美聯社儲值 一千五百元的重陽禮金 就可以直接匯到卡片裡面 全國首創B卡就能領 不只超商各捷運站 悠悠卡加值機都能支援 獲選擇現金匯入賬戶 想領現金也能到涉及的區公所領取 嘲售仁瑞還有特別加碼 九十九歲以上的長者 大概是一千七百多人 每一位都會有一萬元的重陽禮金 另外還有市政府自證的禮品 這樣很好 也可以吃也可以喝 很方便 而且我到醫院看病也可以刷 我們也住民55歲住友 這樣比較開心 比較好 因為我領到好幾人 有錢可以領 當然人人都開心 每年各縣市的禁老金更是話題 新北六十五歲以上能領一千五百元 滿百歲加滿能領兩萬元 桃園長輩未滿九十九歲 通通能領兩千五百元 九十九歲以上領兩萬 新竹縣六十五歲也能領一萬 台州六十五到八十九歲能拿兩千元 至於花蓮一般縣民領六百 受豐鄉百歲人銳則可以領到一萬三千六百元 在哪邊 桃園 我今年是七十歲了 一次領兩千五啦 四次就一年就領一萬 前市長柯文哲取消禁老金 以發長者一片躍身載道 新市長蔣萬安選前就開出禁老金支票 再從一千兩百元加碼到一千五百元 預估超過五十五萬人受賄 總金額八點二七億元 以特別預算來支應 這次我劉沛寧方辭參謀報道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禁善禁美 禁好新聞